韓國瑜到目前的說法 仍然是2020不是他的考慮之一 但是萬分之一的徵召 目前為止沒有考慮 似乎沒有辦法讓這一個議題 塵埃落定 包括黃光琴在專訪韓國瑜的時候 他解讀韓國瑜要做好做滿 他四年的高雄市市長 所以他不會選總統 這樣子的一個專訪播出之後 韓粉圍剿黃光琴 認為這是黃光琴自己的解讀 於是黃光琴也PO了一篇說明說 假設韓市長想要整個推翻 在專訪內容的說法也沒關係 這一篇回應引發了後續更大的怒火 於是整件事情延燒 延燒到一些對於黃光琴不滿的網友 說韓國瑜不選總統 他就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韓總沒有說過的話 不要硬塞到韓總的嘴裡 為了收視非常噁心 等等的抨擊聲浪而來 最嚴重的當然是 有些韓粉揚言要對黃光琴的兒子不利 這件事情讓黃光琴夫婦反擊 反擊的部分包括了到警察局去報案 要控告這三名網友恐嚇 另外也說韓國瑜漠視這種現象 發生這個政治人物的價值在哪裡 毫無憑據的人身攻擊 還威脅小孩 怎麼樣怎麼樣 這件事情踩到他們的底線 另外黃光琴也決定說 為了平息這個政治紛擾 要請辭廣播節目主持人的職務 整個事情到這裡 包括了韓國瑜 包括了李嘉芬 不斷的出面滅火 希望韓粉能夠冷靜 韓國瑜說黃光琴夫妻去報警 是一個明智的做法 過一段時間他等黃光琴 情緒比較穩定之後 要跟他聯絡 而李嘉芬則說 我們都是他母親的 絕對沒辦法忍受別人 這樣講自己的小孩子 黃光琴那種情緒的激動 他可以理解這類情形不能縱容 這是一場專訪所引發的風暴 不過從這個風暴當中 大家看到的是 有一些人 有一些韓粉這麼積極的希望 韓國瑜2020去選總統 如果吳敦義這萬分之一的徵招 沒有辦法落實的話 是不是會有後續的效應 很難以收拾 韋翰 這件事情對韓國瑜是重傷了 我常常講說 不要讓愛變成阻礙 都要同樣的發音 一個是愛護他 一個是阻礙他 你愛護他 愛到一個程度 你可能就阻礙他 而不自覺 是不是真韓粉 假韓粉 現在在論戰 有人講說這些人根本是假韓粉 什麼意思 就像之前朱立倫 上我的廣播節目的時候講說 說支持我跑去罵韓國瑜那些人 其實根本都不是 就查出來說是 比較支持民進黨的網友的IP 所以跑去罵 都是反串的 對 這種人就是後屬熊 或是說他甚至不是說來湊熱鬧 他希望把事情搞得更惡化 希望把事情搞得更膩 讓這個光姐更生氣 對韓國瑜更不諒解的人 可能有 但是問題是 現在報警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第一個 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接受說 當孩子被威脅的時候 我還在沉默的時候 就是言論自由 報警 請你不要對我的家人出手 或者是揚言出手 沒有辦法容許 韓國瑜跟李嘉芬 都已經出來呼籲 如果真的是支持韓國瑜的韓粉們 或是支持者們 其實用韓粉兩個字 有時候聽起來是包又像是扁 到底什麼意思 反正就韓國瑜狂熱的支持者們 你們要冷靜 韓國瑜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不管專訪的過程如何 他事後有出來解釋 他目前 我很精確的講 連剛剛秀琳姐 我覺得秀琳姐講的 可能都還不是那麼精確 秀琳姐講說 參選2010也不在他的考量之一對不對 沒有 他想之內 之內 對 就之一 如果不是其中之一 那就表示沒有考量了 韓國瑜的手法是 參選2020不在我的考量之內 我就講 韓國瑜在雲林 他前面有說到目前為止 對 目前我的 有一個時效性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的確 我們真的說你要追根就底 去談那個專訪的用字遣詞 結論就是第一個 2020不在考量之內 第二個就是4月不領表 好 現在出現兩個BUG 國民黨4月會公告 領表時間應該是5月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什麼意思 4月5月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至少他現在的意思是 我沒有這個打算 但我沒說我一定不會 我也沒有說我要做滿4年 但是韓國瑜就開始用 這種所謂的話術在那邊 騙來騙 跟政客無異 可是話講回來 國民黨現在的狀況非常複雜 的確有非常多人希望韓國瑜出來 而且這些狂熱的國民黨支持者們 如果以現在的氛圍來看 非常多人 這樣子講好了 在那一天 禮拜一的中午的廣播出來之後 幾乎80%的電子報媒體都說 韓國瑜確定不選2020 謝榮健馬上就收到簡訊 他說你這件事已經很重 你如果不趕處理 那個條件那些票都說歪倒 連316都說不投了 2020也直接放棄 所以非韓不投這四個字 現在變成是韓國瑜支持者的 一個口號 非韓不投 上各大的政論件 像我們這樣聖後龍在播 網路也在直播 你看旁邊是不是很多人在寫非韓不投 那就是一股氛圍 這些人他們會把韓國瑜 如果不是國民黨的選項 如果不是國民黨的參選人 我就報復你國民黨 現在不是說不投 不是說沒有韓國瑜了 好讓大家洗洗睡了 板凳一班 換去看柯蓬 去支持柯溫哲 不只是這樣 他是連立委都不投 就是要讓你國民黨倒 立委員不過半 總統沒有辦法執政 這種狀況之下 身為黨主席吳敦毅當然要處理 回到這個事情的本身 韓國瑜目前沒有做決定 那是他的選擇 也是一種選項 甚至可能是對國民黨 比較好的選項 大佬今天又有三大的奢侈 等一下大佬 我有拜讀大佬的高見 就是韓國瑜現在這個狀況 他是樂觀主義者 怎麼樣子都好 韓國瑜現在的狀況變成是 因為有這麼多的人 他們期待韓國瑜出來選 而他也很講清楚 我沒有考慮這件事情 但是你不能直接解讀就是說 他已經保證發誓 並且說決了我一定不會去選2020 他說我現在沒有考慮 不代表他一定不選 但他也沒有一定選 所以就等到之後情勢再發展 我剛剛講 4月公告 5月臨表登記 6月初選 7月才提名 這中間還有非常長的時間 可以去做調整 所以這些韓粉們 如果是真的喜歡韓國瑜的人 韓國瑜跟李嘉芬已經出來講了 任何人支持韓國瑜 反對韓國瑜 或者是認為韓國瑜應該選 或不應該選的意見 都是應該被尊重跟存在的 如果因為自己的情緒跟看法 與某些人不一樣 譬如說以黃光琴 光琴姐不一樣 你要去攻擊他 要揚言對他小孩不利 絕對是越過了整個評論的界限 而且已經越過了法律的界限 所以韓國瑜也講 報警是正確的 等過一段時間 希望所有人都冷靜下來 不過我還要為黃光琴說一句話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說 這一點 因為我們做媒體工作的 被威脅警告恐嚇時代很多 那麼血黑喊的很多 甚至我在學校裡面 公開的用明信片 到處寄給每個系主任 每個都有 什麼都有 還警告我出門的時候 過馬路要小心一點 都有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 我們要問的是黃光琴有沒有專業 他很專業 也就是說他沒有預設立場 他沒有製造陷阱 他是按照一個專業的媒體人 去問觀眾 聽眾 很可能會有興趣的議題 就問說你要不要來參選 這樣的一個話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一個按照他專業來走的路 那你聽起來 你是聽眾 你聽起來不高興 不滿意 你可以表達你的意見 但是我覺得去威脅人家的 生命安全 威脅孩子家人的生命安全 這種做法是非常的 要不得的事情